本節目是由LGD天貓期間點贊助播出的 少年你和冠軍只穿了一件T恤哦 縱然歷盡千番歸來仍是少年 見識過跌入絕境的黑暗 也眺望過黎明前的曙光 被誉為從出道便處於巔峰的美麗 在回顧自己的職業生涯時表現得榮辱不驚 不會就沒什麼可回憶的就 打職業到今年應該是有四年多了 然後在之前打打塔一在90016 到後面就是打職業到現在五年多吧 然後這些年就有很多粉絲吧 他們就是很多就是從五年前就開始支持我了 然後到現在就挺謝謝他們的 談到過往參加TI賽事的回憶 美比的笑容裡泛起些許苦澀 那是意氣風發的少年第一次嘗到意料之外失敗的味道 在LGDDOTA2的版圖中 美比是不可或缺的一塊 而在美比眼中 隊友的存在同樣至關重要 因為現在大家就 大家首先都比較年輕嘛 然後性格 平時生活各種方面也都比較融洽吧 然後可以玩到一起去 然後遊戲裡面大家也都是天賦 就是很平均的選手 大家就是理解也都很統一 所以我覺得今年機會要大一些 還好吧沒有太大感觸 就我就是覺得不是就是會拿冠軍的 因為我覺得我們五個挺強的 游懵懂少年來到當打之年 是美比與LGD携手共進的物業 時代變遷喧囂來而復往 在電子競技沒有硝煙的戰場上 唯有不變的是初心 是對遊戲的熱愛 對勝利的信仰 是對遊戲的開玩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